为什么那天要嫁给我 他摇头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就是 你那天为什么要嫁给我 面对谢霆锋的提问 张柏芝的回答让很多男人都无法接受 娱乐圈明星们的爱情还真的是让人 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 他们愤愤和和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想必大家对方之恋或风飞恋已经早有耳闻 谢霆锋张柏芝王菲这三个的爱恨纠葛是网络 永不退热的话题 最初谢霆锋是和王菲在一起谈恋爱 当时风飞恋轰动整个娱乐圈 也是大家都很羡慕的一对明星情侣 众所周知谢霆锋非常的欣赏王菲 公开恋情之后两人爱得轰轰烈烈 但不后来不知道为何两人分手了 谢霆锋王菲分手没多久就和张柏芝在一起了 而且很快两人就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王菲也是没闲着在谢霆锋结婚后没有多久 王菲和李亚鹏很快结婚了 谢霆锋和王菲这般操作也是太有意思了 看上去好像是在彼此赌气又各自结婚 谢霆锋和张柏芝结婚后没多久就生了大儿子 后来又生了二儿子 谢霆锋和张柏芝结婚后过得还是挺幸福的 有一次谢霆锋问张柏芝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张柏芝只是摇摇头回答说我不知道 谢霆锋听了这样的回答并没有生气 在他干看来不知道为什么却还愿意嫁给他 或许这就是爱吧 不过两人并没有走到最后 因为一些事情还是离婚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如果是你对于张柏芝的回答你能接受吗 欢迎留言评论探讨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 感谢霆锋